所以是跟个男人一起玩喽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这不是你上次 带的那个盒子巾吗 你怎么没有跟他一起玩啊 今天不想玩 我要是再带他 我就是狗 正好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 你也早点休息 好 我看到你在线 你看错了 我下线了 我过来还是生气了 好 对对对 来 左边那个男孩开心点 笑一笑 笑一笑 孟景 我现在参加的是班奖典礼 我是什么葬礼 想开心点 来 笑一笑啊 来 准备 三二一 亲爱的柯柯 我想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 好 你问 最近美好心灵中 有没有人在想 什么装备特别难得 送出去显得特别有诚意那种 你是不是要送给 那个报备行程的人 是啊 陈姐 你干吗为一个网友 费这么多心呢 人家高矮胖瘦长什么样 也都不知道呢 我真是为你的情感担忧 你不是说 在你心中 他永远两米八宝 啥呀 喝吗 自己说的 喝吗 你骗我的吗 骗你的 你真的在跟喝吗玩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你也没问过呀 那我知道 最近新出了一款极品美貌 特别稀有 特别适合送人 好 我去刷 那你到底跟盒子已经怎么了 他找别人带的 男人 说不定人家只是朋友呢 你说是我技术不够好 还是我反应不够快 他有我还不够吗 我知道了 你在吃醋 没想到你吃醋的样子这么幼稚 你想多了 等等我 陆景你 又不幼稚 说你两句你还不乐意了 不行 我去 我去 反正回去也没什么事 你怎么忙啊 你一天脑子里就知道上午了 就不能回去看晚书 随起来带忙啊 你今天上线吗 不上 没心情 那你什么时候上扬 送你个礼物 什么礼物 你上线就知道了 那你等我一下 走 干嘛 去往吧 你脑子里面就知道上午 能不能回去看晚书 能不能回去写奖和代码 那我自己去了 那我自己去了 陆景 你做点人吧 好